這件事情對韓國瑜是重傷了啦 我常常講說呢 不要讓愛變成阻礙嘛 都要同樣的發音 一個是愛護他 一個是阻礙他 那你愛護他愛到一個程度 你可能就阻礙他 而不自覺啦 是不是真韓粉假韓粉 現在在論戰 有人講說這些人根本是假韓粉 什麼意思 就像之前朱立倫上我的廣播節目的時候講說 說支持我跑去罵韓國瑜那些人 其實根本都不是 就查出來說是比較支持民進黨的網友的IP 那所以跑去罵 都是反串的 對那就是這種人就是厚屬熊嘛 或是說他甚至不是說來湊得到 他希望把事情搞得更惡化 希望把事情搞得更膩 讓這個光潔更生氣 對韓國瑜更不諒解的人 可能有啊 但是問題是 現在報警是一個正確的做法 第一個 我覺得沒有任何一個人 可以接受說當孩子被威脅的時候 我還在沉默的時候 就是言論自由 報警 請你不要對我的家人出手 或者是揚言出手 沒有辦法容許 韓國瑜跟李嘉芬都已經出來呼籲 如果真的是支持韓國瑜的 韓粉們或是支持者們 其實用韓粉兩個字 有時候聽起來是包又像是扁 到底什麼意思 反正就韓國瑜狂熱的支持者們 你們要冷靜 韓國瑜已經講得很清楚了 不管專訪的過程如何 他事後有出來解釋 他目前 我很精確的講 連剛剛秀琳姐 我覺得秀琳姐講的可能都還不是那麼精確 秀琳姐講說 參選2020也不在他的考量之一對不對 沒有他講之內 之內 對對 就是之一 如果不是其中之一 那就表示沒有考量了嘛 韓國瑜的說法是 參選2020不在我的考量之內 那我就講嘛 韓國瑜在雲林 但他前面有說到目前為止 對 目前 有一個時效性的問題 所以就是說 的確啦 我們真的說你要追根究竟 去談那個專訪的用字遣詞 結論就是第一個 2020不在考量之內 第二個就是4月不領表 好那現在出現兩個bug 國民黨4月會公告啊 那領表時間應該是5月 所以其實基本上這什麼意思 4月5月這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說 至少他現在的意思是 我沒有這個打算 但我沒說我一定不會